要拿到政府食物檢測外判合入的私人化验所 必须要先获得政府认可 现在全港就有13间这一类的私人化验所 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即使将化验工作外判 政府仍然要担当食物安全的把关重任 再由吴定恩贝了 私人化验所的规模和政府化验所未必有得比 那怎样确保外判的化验质素呢? 宣传条件是私人化验所要有政府批出的认证 代表人手和技术达到一定的国际水平 还要每隔一两年复审一次 加上有任何的改变 包括人事上、测试方法上、主要仪器上 如果有任何改变都需要通知我们 而我们有关的改变就会进行一个评审 为了达到政府化验所的检测质素 这间获批合约的私人化验所 最近花了80万 增设多部防护剂测试仪器 政府化验所会突击测试这些私人化验所 还会定期跟他们交流 为了确保质量 我们就会同时间跟政府做一个 internet test的方面 拿到政府的食物检测外判合约 除了要有相关的认可之外 政府化验所也会要求私人化验所 在一定时间里完成所有的食物检测工作 就特意另外聘请了三个技术员 应付增加的工作量 有立法会议员支持外判计划 但提醒政府将化验外判 不代表将责任外判 认为政府要做好最后的把关工作 一些非执法性的 紧急性还是急性的那些 就不可以外判的 我觉得在这些行上的测试那里 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但也都要有一个完整的监管系统 食物及卫生局会撥款160万 被负责審核化验所认证的香港认可署 加强人身 通知了 负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